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加點吉他棒 今天要帶給各位非常精彩的這個要討論關於黑鳳凰 Dark Phoenix 這部在6月6號即將上映 那我覺得現在剛好過了一波就是英雄熱潮嘛 對不對 那現在下一波這個X散景 時代結束了 對一某個時代告一個段落 告一個段落 這是死墨 對 一個畫上的一個休止符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下一波就是X散景的部分了 那X散景其實人數也不比復仇者能低 也是有一群人這樣子 對那接下來黑鳳凰這條故事線 我相信大家都也蠻好奇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有邀請就是 帥狗來跟我們一起來聊黑鳳凰 我們歡迎帥狗 大家好 可是Marvel DC專家來聊Marvel 太厲害了 這場又扣你了 我覺得是個坑耶 我今天跳下來就是來玩火 真的嗎 好的那我們今天就是最主要就是要來聊黑鳳 那我們旁邊當然還有XXY 還有XY 對 還有超立方 嗨 那我們今天一開始就來聊了就是 X散景 這個漫畫 這一群人 他們的特色跟他們的歷史 是什麼 X散景其實他算是漫威的一個 招牌團隊 因為他的起始其實比 在漫畫中 比副球隊聯盟早 所以他其實本來算是那些 A線的角色 其實很多人都比較比較認識復仇者聯盟 鋼鐵人雷神所有人那些 但是那是因為電影 那是因為漫威在之前破產的時候早就把他們王牌賣出去了 所以X戰警跟蜘蛛人還有晶體四超人 其實才是漫威真正的就是他們最主要的角色 其實蠻有趣的是在電影這個超級英雄的時代 其實也算是X戰警開啟的 因為之前就是比如說超人啊 或是蝙蝠俠 那他們 都只算是 彈花一線 就很紅但是不能稱作 現象級 像這樣子的現象級 一直到1999年 就是 X戰警第一集出來之後 再來就是蜘蛛人 然後後來就越來越多英雄 超級英雄電影出來 最後就是漫威宇 所以我覺得X戰警就是 就是在漫畫中還有在電影中都算是對於超級英雄的現象 有很大的一個主力 X戰警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這些人他們有一些特殊的能力 然後他們被社會是有一點被歧視的 這樣子 然後其實也有在當時X戰警漫畫出來的時候 也有去討論到說 這些人也代表就是現實的社會 所以他其實跟社會中的一些議題的連結 也是比較早開始意識到這件事情 不管是就是種族的問題 或是什麼 人權 所以像是這一部電影裡面就有出現 X戰警漫威宇宙裡面的一個 道國叫做Genosha 然後Genosha在漫畫裡面就是 有點像是他們是靠 奴役變種人 才堆疊起這個國家 所以那個島就是算是對於這個奴隸 的歷史 還有對於南非的那種種族分隔的一個 比喻 就小時候就是放學回家會有那個華視會播一個什麼特異功能組 對那個時候就開始看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看不太懂 就很華巧很多東西 我只知道說裡面的人力很強 然後裡面有誰就是 有拿爪子的 那個眼睛會發雷射光的 就是這樣子 對 可是後來才知道說就是你有讀過一些歷史之後 就剛剛不想講了嗎 就是說他其實是利用變種人這個議題 然後來 對照到 其實是現實生活中那個 當時吵得很火熱的那種 黑人人權 遇到不一樣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去 去面對 就是你可以 知道說其實人性就是這個樣子 遇到不熟悉的事情 你就會排斥他 你就會覺得跟他劃性借鑒 然後要排擠 或是 你要用什麼法律的手段 或是非法手段 然後去 去做一些 做一些作為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還蠻有趣的一個題材 我自己接觸是剛好接觸在 就是最 算是一個很黃金的 時刻 就是那個 就是他剛剛講那個卡通 對 那個卡通在美國在上的時候我人在美國 真的喔 我回家的時候就是會看電視 就是會看到他來播 福斯 會在福斯的 兒童台啦 當時還有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蝙蝠俠的動畫系列 都是這兩個系列 都很好看 不是不是不是 那個是電視劇 胡說那個出來那個嗎 沒有是 黑色的 就是 站在 站在樓上面那個 對 就是 蝙蝠俠會這樣子遮自己的 有一個圖就是紅色的太陽 對對對 他最近很好看 重製版 就是變超高清 就是Harley Quinn誕生的系列 對對對 就是從那個系列這樣 所以當時就是有參與到 然後我只是覺得 很酷 很多這種 很像金剛戰士的人 真的是黃金年代 對對對 見證的一個歷史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我哥自己也非常的喜歡 就是這個 然後我才會了解 就是有金貴是裡面似乎的 女衣 然後有個帥哥 就是 Cyclops 這樣子 你說那個遇到英樹小子的那個嗎 這不是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不說是那個跑到曼哈頓 然後去唱歌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講一下 他就是說到底金貴這個角色 其實在之前的X散景那幾部電影裡面 金貴也有 一點點帶 秀出 秀到他們想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有在 好像第三集嘛 對就是那個版本裡面有看到金貴 好像有 有好像被 就是生氣這樣 然後也控制不住他的力量 那樣有一點點 那 但是這次終於就是要介紹 金貴跟 Dark Phoenix 這個角色 那 可以大概講一下 就是說他的 背景跟他的 能力到底是什麼 鳳凰之力他設計是 整個宇宙一個很原始的能量 僅次於造物主 僅次於造物主 當時是說他是 純粹的能量 然後有來到地球找一位地球的法師 給他一個有點類似人形的外形 其實基本設計就是像 帥哥剛剛講 但是有一點比較有趣的就是 那個基寶 就死士的好朋友 他其實跟鳳凰之力有關 就是在 有點像是預告裡面可以看到 就他們出太空任務 然後 就出了意外 結果呢 就是遇到鳳凰之力 然後他把 金貴的意識給取代掉 然後金貴就是變成一個 減在海底沈睡 然後結果那時候 凶兆先生 就趁這個時間 每次聽到這個名字 凶兆先生 每次都很好笑 Mr Braja 不是 Braja Mr Braja Sinister Sinister 凶兆先生呢 電影裡面算是有提到 就是 片尾畫面 小彩蛋 他就一直想要對抗天啟 然後他研究出唯一的方法就是 獨眼龍 跟金貴生出的小孩 才能夠對抗天啟 所以呢 他就趁這個機會 做了一個金貴的複製人 他叫 Madeleine Pryor 然後這個 Madeleine Pryor 就獨眼龍看到之後 馬上愛上他 然後去跟他結婚 就生小孩 就是雞寶 所以雞寶算是 雞寶的出生還蠻 他們的複製人的結晶這樣子 所以其實 其實你看現在就是 你看 因為商業分價的關係 所以其實 這些東西在 漫畫世界是在一起 對 就因為我們 我們很多觀眾都是以 MCU創造這個視角 去看美漫 沒錯 所以大家覺得說 不懂 到底為什麼 死士 跟 鋼鐵人 這些人的關係 還有跟金剛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 只能 透過電影的分價來 來去 理解他們的 之間的關係 對啊 對那 再來就是 黑鳳凰就會有 一個漫畫很經典 就是他們那個叫做 Dark Phoenix Saga 就他們有一個 黑鳳凰的故事 他的傳奇 對他的一個 對 黑鳳凰傳奇 應該說那一段時間 他們就有一個 黑鳳凰的一個 漫畫中的一個 故事 先有講他一整個 一個故事 我最近就是把 X-Man電影全部再補一遍 不然前面我已經忘了差不多了 而且之前我也做那個 類似Marvel宇宙時間軸生 所以我要再看一次 X-Man時間軸 那我現在要看就是 我想確定琴葵的前面 到底是 怎麼死 因為我發現好像臉長得不一樣 你看我有多陌生 有壞人嗎 對對對 你看我對這電影多陌生 其實我覺得那個 鳳凰之力跟 這個 全力遊戲的那個 三眼烏鴉有那麼一點像 就他就是有 他是一個力量 原始的力量 然後他就是佔據了某一個人的身體 然後把他的人格取代掉 這樣子 所以其實跟Brand遇到的事情永遠只是 鳳凰之力這個力量特別的危險 這樣子 因為他 他在這個漫畫裡我今天去查了一下就是 他是 他是能量如果不夠 他想要 在宇宙裡面飛來飛去 很像那個什麼 驚奇超人 不是 驚奇隊長 對像驚奇隊長或者銀色衝浪手這樣子 就是 他做這件事情 他消耗能量很大 然後他力量沒的時候他做什麼事情他就去吸收別的星球 附近的星球的 能量然後直接把他吸爆 把他變成超超星星這樣子 就是把那星球變成黑洞 這其實是很兇的 故事最後其實在漫畫裡面那條線 黑鳳凰最後是 是死掉的 但是他最後就是 有回到金貴的這個 身分 再死 這樣子 漫畫裡面不是有一個那個 Watcher 就是觀察所有事情 觀察者 就是Stanley 對就是Stanley 就是Stanley 他就其實說 雖然說金貴最後是死亡 但是他其實 很尊敬他 因為他最後 他其實可以當神 因為這個 這個鳳凰之力的能力是可以 是可以站在那個位置上 對但他選擇不當神 他選擇是 恢復成人的心態 然後死去 對所以他就是很尊敬 就是金貴 你們看了這個預告 現在最近出了幾支預告也都好像很 就是 也算是 就是這一波 X戰警算是一個收尾的吧 對就是算 變成 迪士尼旗下的 符斯 最後的一部 X戰警 那你們看完這幾個預告 你們覺得如何 我是還蠻期待 就是因為 他這樣子 這樣聽下來就是 就目前的電影發展跟 剛聊到的那個漫畫的設定 好像是 就變成是說 現在目前的 鳳凰 就是Sansa這個角色 Sansa 他現在目前是他自己本身有什麼心靈控制能力 之類的吧 對 就是比較弱一點 但是他是要到這個出太空任務之後才會變得黑鳳凰那個黑化的能力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過程之中那個人的轉變這件事情我是還蠻期待他 我知道黑鳳凰這角色有多強 所以我很期待他給我就是 他給我壓迫感還蠻夠的 其實坦白說 目前為止像終局啊 或是無限之戰 沒辦法看太多 我都知道這個狀況怎麼發生 對啊 知識的詛咒 看破手腳 你看太多了 看太多了 可是黑鳳凰 因為這個坑 我的反而沒這麼多 他給我的那個 位置感 所以你不熟 你就會比較期待 真的是知識的詛咒 知識的詛咒 知識到太多了 不是在你的預料內 很好奇他電影會怎麼帶 然後立方呢 你看這幾個預告 我很期待他們會怎麼走 對 就是在被漫威 在被迪士尼合併之前的最後一部 算盡電影 想看他們怎麼結束 而且 我有聽說本來他的最後一場高潮戲 本來應該是在太空 但後來移到火車上 就很多人可能會很失望 但是對我來說 你從一個比較大場景 移到比較小的場景 一定是有意義的 就是你可能會想要比較專注於角色上 然後 這就帶到 我最喜歡新的 X散景最愛的一點就是 James McAvoy跟 Michael Fassbender表演技 就這兩個人都是我很喜歡演員 然後他們在 X散景裡面演出 我覺得真的是 在所有超級英雄電影裡面 的 演員這部分 根本是名列前茅 其實有X散景這一批的演員很多 其實剛開始在 接這個系列的時候還沒有那麼的紅 對那一路演你看 珍利弗 勞倫斯 勞倫斯 一開始他們根本沒預料到他這麼紅 對啊 就是因為他突然 還拿獎 對啊 就是因為他突然爆紅起來 所以他們才要把模型女變成主角 對啊 原本是要捧那個金剛狼 對啊 對啊 可是這裡面這一批 就是這幾個其實真的一開始在演都還好 像James McAvoy也是在演Wanted玩作 又開始接 對不對 超級英雄 差不多嘛 對然後你看現在 麥克法斯冰達 然後James McAvoy 然後跟這個 演那個什麼 What a lovely 那個叫什麼 然後尼克拉斯霍特 對尼克拉斯霍特 這幾個還有誰 還有 還有那個一級玩家的 一級玩家的那個 就是演毒眼龍的 Tie Sheridan 對啊 就其實這些一級玩家其實現在在各地 就是其他的戲裡面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現在是把這個棒子交給了 閃閃 你們會很期待嗎 閃閃 其他的表情是真的本來就是 他長大了之後 他那個表情是很有 很有威脅感的 好了那黑鳳凰呢 就是在6月6號 就是要這個 準備上演 666 六一波 對 然後呢 這部我們都真的也都非常期待 然後在這段時間也會有蠻多跟黑鳳凰的活動會開始開跑 這樣子 所以呢 大家就是6月6號記得要去 戲院看這個 黑鳳凰 Dark Phoenix 好那我們就今天謝謝XXY 謝謝 我們謝謝今天的來賓 帥狗 謝謝 還有我們超地方 感謝 那記得要訂閱我們家的連結 好棒 按讚訂閱分享 如果你對於黑鳳凰有什麼期待 或者是你想要問什麼問題 或是期待看到什麼 都可以在下方的底下留言區留言喔 好啦那我是部長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currency 子 씁 reusable 整個 吉利 還有 是 麻